生活的矛盾实际上犹如烧菜一样 我们的火不能太大 生活当中需要良好的心态 就是好的火候 因为火气和脾气太暴躁 你的命运就会烧焦了 你的命运就会变了糊了 所以佛法就是每个人的心 因为每个人的心是由你自己主宰的 要用佛性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人间的一切在学佛人看来 不管你一辈子多有名 不管你一辈子多富有 只是被收尽历史的档案而已 流云过千山 来也匆匆 去也空空 所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那是开悟 改正自己的错误 那是成功 发现自己所有的错误 那叫错误 改正了自己心中和身上所有的错误 那就叫圆满 我们人身上的毛病越少 你的命运就会越好 毛病越多 你的命运越不好 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人 先要改毛病 身上的毛病 就是你一切痛苦的根源 所以要在自己身上找毛病的人 才叫自治